大家好,歡迎來到化妝大挑戰 我是丁智朗 今天就是教大家化正件照片 分享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下 平時有怎樣化妝的 化正件照片 因為整天的臉都很乾 我會用Shul America Skin Perfector 上妝時會比較容易 下粉底的時候 可以把多餘的東西吸回海綿 我覺得最主要用途是調色 把皮膚膚色變成同一個 tone 和有一點光澤 下遮瑕膏 暗瘡解決的方法 就是塗 遮瑕膏的方法 我會塗一些比較橙色 偏橙的顏色在底線 可以中和暗瘡的黑色素 再用皮膚的顏色 再遮蓋上去 這顆色素要遮蓋一下 塗完暗瘡後 用修壓平均 遮瑕膏的很好的用處 就是可以遮蓋梳筋 正件照片通常都很差 很白色 拍到皮膚很平 或者是沒有輪廓 尤其是亞洲人 亞洲男生 這個位置不太深 我們就靠陰影 contour 是一支幼掃 黃色遮瑕膏 可以用來做highlight 做鼻子的陰影 可以先畫一條很深的線 慢慢推開它 一點點 其實鼻子已經出來了 下巴可以光亮一點 眼袋也是 用橙色的放在底下 再遮蓋上去 可以沿著黑色素 下一圈就是用橙色 橙色的遮瑕膏 放在底下 再用自己膚色的遮瑕膏 蓋上去就可以了 化妝目標 最美的妝就是化妝 好像沒有化妝 到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contour 我用了很久的陰影 我鼻子其實不算高 所以我要有個鼻影 尤其是影 正片上這麼平 鼻影真的差很遠 通常我就是化兩邊的鼻翼 再加上眼窩這個位置 眼睛就有些凹凸的效果 如果想遮瑕膏定一點的話 就一定要用粉去固定遮瑕膏 會黏得好一點 會黏得久一點 現在就化在蝙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應該是最深色的 再慢慢掃上去 整塊臉就立體了 很多人想瘦臉就有這個位置 你看到很明顯 這裡是深色左右 這裡是淺色左右 就會整塊臉的輪廓出來 其實很少就是contour 不要太誇張 contour太誇張就很明顯 做完陰影 暗的臉 就開始打光的臉 塗上鼻子 這個位置 這個光是這個鐵字位 還有這個眼袋 鐵字位是光了 而鼻子是暗了 兩邊塞都是暗了 我先塗上鼻子 然後塗上 順一點毛 有兩隻的 這個 塗上鼻子的眼色 我會畫到出界 我會用塗上的遮瑕膏 畫出來 讓人看到的位置 是一隻一隻眼 所以就寧願這隻眼 畫得漂亮一點 也不要塗上鼻子太深色 就會影響了 真的會改變了焦點 這邊先塗上 我會用一個睡托 印上去 印上淺色一點 還有臨尾印上一點 睡吧 男士畫眼線 如果想畫得自然而有輪廓的話 就由眼尾這裡 我畫下眼線 畫到眼中間的位置 這個位置最淺色 慢慢畫深 畫深 畫深一點 就畫到眼尾這個位置 那隻眼睛看起來 長一點 大一點 我畫眼線的時候 真的很專心 不能說話 否則很容易畫出界 畫花了 畫粗了 那就不要看了 不過怎樣可以長久一點 我通常一定會用 碎粉 印上 印上臉 這些定妝水是好用的 因為 把我的粉 融掉 變成像自己的皮膚一樣 乾了 就不覺得化妝了 好了 今天就發現了 正件妝 那星期六 就陪你 我哈賀 我們來看 很久 那拍攝 成功 的 一會兒 明天